大陸現在是前面的鷹派抬頭 最重要的中美貿易戰 我跟你 火車對撞 對 你看 這一次的談判 本來我們以為會有一些突破 但是你可以看 原本預定的時間 是下午的2點15分 大家要站站拍一個合照 提前1點39分就結束 早早結束 提前的40分鐘就收攤了 結果出來中國還用一個 我們這次坦誠高校的一個談判 人家講說你那個高校 就是很激烈的辯論 然後你坦誠 其實根本沒有這個協議 終於看到真正的情況了 這一次美國根本是空手阿會 結果米努勤跟萊特海哲 回到了白宮 在橢圓形的辦公室 跟川普撿爆了以後 川普就立刻生氣了 馬上就宣布 你看 8.1號就宣布 剛結束 8.1號就宣布 再把中國剩下的3000億的產品 加升了10%的關稅 所以代表上海這次的談判 基本上是破裂的 破裂啊 連開會的時間都沒有滿 然後只去了兩天 第一天晚上的話去吃飯 第二天談一下 談一下 談四個小時 馬上就飛走了 然後隔天就加這個18關稅 本來以前談判都在北京 這次到了上海 上海是中國的貿易城市 我們貿易歸貿易哪有 一樣啊 換個地方一樣談不成啊 那川普的想法就是說 好 你這樣根本不守信用 你在大阪的集團裡也跟我講好 要買美國的這個農產品 對不對 對 現在根本沒買啊 你去買俄羅斯的啊 對不對 然後中國是說 聽說這個內幕 這一次的談判是為什麼破解 中國說你把之前2500億美元 加上25%的關稅給我拿掉 給我拿掉 我們再來談 川普怎麼啃 那川普為什麼9月1號 要實施這3000億的10%的關稅 因為聽說下一次的談判 是在9月初 所以給習近平更大的壓力 你下一次你不給我讓步的話 那我就不是只有10% 我會再進步的25% 這樣延到25%了 這次影響很大 手機 筆電 可能iPhone都要漲下 我記得G20的時候 那時候是講說25%可能不會加徵了 那不會加徵 但是談判會繼續進行當中 所以當時他歡呼聲全部都起來 美中兩邊說這個談判有解了這樣子 但是沒有想到現在又變到了25% 結果我們這一次 我覺得最特別是 中國的態度強硬無比 你看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華春瑩講說 自己生病叫別人去吃藥 這個講得還有點對 對不對 美國生病叫中國來吃這些藥 你叫我讓步 所以華春瑩已經說明了 中國最高的這個領導 他們的一個態度 這一次沒有讓步 但是對我們就很慘 為什麼 到下一次9月初的中美貿易談判 還有一段時間 全球的金融市場 陷入了極度的不安定了 好 如果現在如果 我們先假設9月份的話是10% 不小心的話 如果說中方的一個態度的話 是非常的強硬的情況之下 川普繼續加增到25% 對於台灣的這些供應鏈 還來不及撤走的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你 只有一個方式的 就是減產 對 我不要生產那麼多 因為生產那麼多也賣不掉 然後生產那麼多了以後 那個稅我沒辦法吸收 因為通常都是品牌 吸收一部分 然後代工廠吸收一部分 台廠都是做代工 再過來不行的話 轉嫁給美國的消費者 但美國消費者怎麼可能吸收 對 就不買 我不買iPhone可以吧 對不對 我明年再來買 這樣的話 我們的業績就掉下來 就影響很大 但是在這裡面的話 他們住了一家飯店 這一家飯店非常的特別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們 搞不好都聽過 那麼你去上海的話 搞不好也會住過這個飯店 甚至經過這個飯店 所有的歷史的大事情 大的這個舞台 展驗的舞台 全部都在這裡 來 和平飯店 哇 沒有想到這一次 那個 萊特希澤跟梅魯欽 全部都住在和平飯店裡面 為什麼會住在和平飯店 其實他們這次選在上海 又選在和平飯店 其實是很值得解讀的 就像你講的 其實我當初第一次 去上海出差的時候 人馬就一定要到黃埔江邊 走一走 我最想進去的就是和平飯店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的歷史真的淵源 真是太有故事可以講了 首先 他是我們的先總統蔣公 蔣中正跟宋美玲的訂婚 就選在這邊宴會廳 那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很重要的 孤王會談 非常具有歷史意義 他也是在這個大宴會廳舉行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和平飯店 他見證了很多很多的近代史 這是在1926年 你看這一位 他叫維克多沙遜 他就是一個猶太人 他原本是從軍的 但是因為在空軍的時候 他受了一點傷 他就退役 然後回到家族 去經營他的經商事業 哇 在那個年代大爆發 他就一路這樣賺錢賺錢 賺到最後來經營上海這邊的貿易工作 然後他就在上海這邊 累積了超多超多財富 蓋起了像是他的一個堡壘 你像那時候和平飯店 應該說沙遜飯店 他投入300萬兩白銀 就這樣蓋得起來 然後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 像我們看過的電影大亨小傳 他就好像李奧納多的角色 旁邊就是都是這些美女 你看顏值 身材 全部都是當時最棒的 都沒有韓祖好 沒有 我有點擔心這些衣服 我駕馭不起來 好 那你看他住的套房 他後來這個套房改建成總統套房 而且為什麼總統套房 他最重要的 除了這個奢華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景觀 你從總統套房一出去 哇 這個視野美景 當然那個時候沒有這些現代的建築 但是你就直接看到那個將景 你是不是就很有軍靈天下的感覺 所以你看當時的商人是這麼這麼厲害 而且他有一個最大特色 因為他當初很喜歡 你有錢就喜歡辦派對 他很喜歡邀請各國名流 都來我這邊玩 因此他的房間裡頭 他的房間他怎麼去設計 他設計了最特別的九國套房 你想到那時候最強大的國家 包括中美 英法德 日本 西班牙 印度 這九個國家的人 如果你來這邊 你都可以找到屬於你國家特色 你很喜歡 你不可以找到屬於你國家 你不喜歡 我看得到屬於你國家 那時候 看得到屬於你國家